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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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提出叫做最佳状态这个词汇 因为他定义一下 他说心流通常是我们表达生命当中很罕见 甚至于难以捉摸的那些时刻 那事实上这本书它更偏好更实际更可实现的目标 比如说对于自己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感觉到满足 一切的事情按照你自己设定的标准进行 而这一整天是有成果的 这个就是他们所说的最佳optimal 最佳状态 那所以呢这本书它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部分 我们能不能比心流更容易的在每天 everyday life去实践它 因为你如果每一天都要追求心流 真的会有点太为难自己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入过心流的状态 也有人说它是Zone嘛 对那个在运动领域里面 他们会说进入了某个领域 Zone Zone就是一种仿佛有一种结界的存在 对对对对 有种是看漫画画就仿佛那时候 旁若无人 可是这种情况真的是非常 就是那么好品质 其实并不一定是每次都能做到的 没错 所以如果按照逻辑上面来说的话 我们一般所大家都熟悉的心流flow 它的前提其实是你要先有最佳状态 如果你平常在日常生活的工作 或者是你在面对你的任务的时候 没有办法维持在最佳状态 那基本上你要进入心流是原木求鱼的 所以呢这本书两位作者 他们就提出了更实际的 为我们每天的生活服务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最佳状态 因为如果你要一直追求心流作为目标 有时候它会反过来成为一种自我压迫 好像这次我没有进到那个状态里 就好像我不够认真 对就像你的每一场恋情 都要能够去找到那个最完美的对象 然后一见钟情 其实那个有时候是很难的 反而我去提高 我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最高几率上 能够好好的跟人相处 去提高我遇到对的人 好好经营关系的几率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 然而呢在最佳状态 你说那好啊 最佳状态也是个词汇跟心流一样 那我要怎么进入最佳状态 还有我怎么知道我在最佳状态了 没错 所以呢他就说 进入最佳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叫做专注 当我们能够focus或者是有意识的锻炼我们的专注力 专注在某些有意义有价值的点的时候 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容易进入最佳状态 这里面他说 那个专注的具体呈现 他有个词汇叫做最大认知效率 他说这个时候你的心思的马力会全开 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理解或串联 甚至于包括内在的企图心 会呈现一个更高档的状态 他说那那现在问题又来了嘛 这什么叫做认知的最大 最大的认知效率要怎么来啊 对不对 所以呢再说一次好 心流的前提是最佳状态 最佳状态的前提是专注 专注 而专注的前提是什么呢 叫做好心情 这就是Daniel 为什么Daniel Goldman会是这本书的共同作者的原因 我觉得他就一路以来就非常强调 你的情绪要是好的 你的情绪要是稳定的 对你的情绪是好的 你的EQ是好的 你的情商是好的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进入所谓的专注 有意识的去面对你的生活 面对你的任务的几率就会提高 他这里面还提出了一个关于麦肯锡 他们的这个公司对于5000位经理人 还有高阶主管进行的一个研究调查 他说一些人表示他们最近 大概有50%的时间处在最佳的精神状态 其他人呢 说他只有10%的时间是这样子 而更值得参考就是 在这一项麦肯锡的调查里 这些高阶主管跟经理人回答 他们在最佳状态底下 生产力比平均或者是中立状态的时候 高出5倍 虽然说这样的一个相对的资料 这种比较不是这么绝对性的客观数据 没有办法作为绝对性的科学证据 但是他却显示出 我们在最佳状态底下的主观感受 和客观输出都是更有效率的 所以我想对多数人来说 可能他要追求到那种心流 叫做世界仿佛围绕自己转 那真的是太难了 可遇不可求 而且你一直以追求那个作为目标 压力真的会很大 可是我们一定有感觉 今天过完之后觉得很满足 觉得今天还不错 这种心情 开玉可不可以跟他这样理解 就是我们不用每次都追求 好像我的表现要是最好的 然后完全就是非常极致 而且我们每天醒来觉得 今天有睡饱 然后今天的心情还不错 然后去面对工作的时候觉得 我今天的状态不错 你刚刚讲那个今天有睡饱 那似乎是我们睡眠要在最佳状态 不是 好 他这里面比较多谈到 因为这本书他谈到很多个人的状态 他有衍生到组织的行为 组织有组织的最佳状态 他说 最佳状态他本身就是一种 我们在面对 清醒的面对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认知模式 所以你说今天有睡饱 算不算是一种最佳状态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睡眠是你很重要的工作任务 可能也是啦 我是说 就是感觉今天可以进到一个最佳状态 没有没有 最佳状态是今天 我今天完成之后的一个结果 OKOK 他强调 他其实强调就是 其实你这样的说法就像心流一样 如果你把心流当成是我今天一整天的前提 你就压力很大了 所以最佳状态呢 他是怎么样呢 他没有要你把最佳状态当成是一个前提 OK 他反而把专注当成前提 把好心情当成前提 就最佳状态的前提是专注嘛 而专注你要容易进入专注的模式 你的前提是好心情 OK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一直把最佳状态当成是 好我今天预设最佳状态 那问题来 我要如何预设最佳状态 最佳状态是一个我过完一整天 或者我面对任务 我面对事件的一个结果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要怎么让就是他这边讲 要进到那个好心情的状态 好 我在这边再补充一下 其实他说 他说我刚才一直有强调 其实专注力是一个核心 因为没有专注力 这后面都不会发生 那我们一般在过往 在心流上面的研究 他会把它当成是一种 比如说他书里面有写 他说初始的心流研究会认为 全神贯注是心流的一种效应 这也就意味着 就是当我进入心流的时候 我可以很专注 这个逻辑上变得是 专注是一个呈现出来的结果 但是他们发现 他们真正的研究 很多证据都说 其实专注反而是前提 专注是进入最佳状态的门路 而进入最佳状态 也是进入心流的门路 所以呢 专注力 它能够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讨论核心 只是专注力某种程度上 它又是好心情的结果 所以他逻辑是这样子 你要先有好心情 或者你要在最大程度上 保持你情绪的稳定 你比较容易进入专注 而当你进入专注的时候 你比较会有最佳状态的表现 而当你最佳状态 成为你生活当中 一个相对没有压力 而且容易做到的常态 那你在面对到必要的任务 跟输出的时候 自然就比较容易进入心流 所以他说 这样的一个部分 特别是当我们用最佳状态 面对美好的一天 我们在主观上 可能会有一些感觉 比如说 你会感觉更有创造力 你会把障碍视为一种挑战 而不是一种阻碍 可能你会觉得 你的整个输出上 会更有生产力 能够完成更多的优质工作 你的感觉会比较好 心情会比较愉快 你的头脑会比较敏锐 你会取得 迈向大目标的一些小胜利 所以他这边蛮强调 整个过程的概念 然后他对事情的看法 会比较积极 会比较有 努力不懈的心情跟做法 然后在人际之间 能够给予 及得到很多的支持 能够给 也能够收很多的支持 听起来好像是一种 当我想做的时候 我就能够把自己的状态 ready好 然后去做到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一切 他就是说 我要有一个专注的状态 而专注的前提就是什么 心情要好 对 所以这很重要 因为我很怕 大家读这种书的时候 那完了 其实我猜啦 Daniel Goldman跟他的partner 大概也是感觉到 当大家把心流 当成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反而会造成更多人 无法进入心流 所以我觉得 他提出一个最大状态 他是以他的EQ 这个情商的理论 作为核心 让我们一步一步的 就像譬如说 我能不能更有意识的 一步一步的 做到饮食控制 吃健康的食物 于是我可以比较健康 这时候如果你反过来做呢 你一天到晚说 这是标准体重 你差多少标准体重 这是最好的心流状态 你没有到 那就会 反而我们要帮别人 但反而害了别人 编程他是一个 唯一的目标的时候 变成一种限制了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 有点花力 想要一直来跟你解释 就是最大状态 不是一个要去追求的目标 而是他 它是一个结果 对对对 它是我们做到 专注好心情的一个 自然的结果 好 这样子 跟心流一样 好那他如果 用在自己身上 可以怎么使用呢 我觉得在自己身上 刚才我一直强调嘛 就是你要好心情嘛 那好心情的前提是什么 你要先能够觉察 自己的心情是如何啊 心情好 好心情的前提是心情好 这会被骂 好 这会被骂 好 所以呢 这一本里面 它谈很多 关于个人的应用 还有组织行为的应用 因为EQ就是 面向自我 跟面向他人嘛 那我在这边 就集中体炼 它第四章 叫自我觉察 嗯 其实你要让自己 进入好心情 你一定要先觉察 自己的 是什么心情 心情 你看我们常常 有时候每天 在过日子 都是像行事走肉 你知道吗 就有些 伴侣之间的沟通 会越来越 无趣或无聊 就是 今天怎样 还好啊 就那样 就 就可能也是 语言评级是一个 但是语言评级 它背后 更有可能是 感受先评级 感受先关掉 那 我要如何开始 对生活有感 而不是说 不是说 逼自己一定要 多开心 或者是 随便看到一个 电影就要 痛哭流涕 把自己 搞得跟 好像什么 好像什么东西 就要能刺激情绪 其实并不是这样 你要先能够 觉知到自己 怎么了 所以呢 他整个第四章 都在讲 自我觉察 那自我觉察 到底是什么呢 这里 他有个定义 我来念给大家听 他说 自我觉察的 基本定义是 你明白 自己的感受 还有这感受的理由 以及 他是否帮助 或妨碍 你正在做的事 所以分两块 你要能够 明白自己的感受 还有我为什么 这样感受的理由 然后他是否会 帮助我 或者是阻碍 我正在做的事 那当然 其他的解释重点也有 比如说 你可以用别人眼中的你 来校准自我形象 这也是一种 自我觉察 你准确的知道 自己的极限 和强项 因此呢 你的自信会更为真实 你清楚自己的目的 和价值观 这会让你更有决断力 这些都是 自我觉察的一些特征 一些呈现 这样子 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 提升我们的自我觉察 好 很好 就知道了 然后就是 下一步就是 那我要怎么知道 我正在做自我觉察 然后我要怎么把它 做得比较顺畅的 他这里面 这个篇章里有提到一些 自我觉察的一些 tips 他首先就先提一些 自我觉察小帮手 我猜这也是作者体贴啦 他不是先把自我觉察一些 好像很厉害啊 很神圣的境界 先跟你讲半天 他就会告诉你一些 你平常都可以做做看的 比如说自我觉察的小帮手 第一个叫做正念 大家有没有练习过正念 就把专注力放在呼吸上 不管怎么样 然后你分心了 就再回来呼吸 我这边帮大家补充一下 正念不是正向的念头 是正在升起的念头 此刻现在你的念头是什么 你可以拉回来到这个现在 一般来说正念的练习 就是关注呼吸 他没有说设定 你一定要去冥想 好事情或坏事情都没有 就是你专注在自己的呼吸 大家可以练习看看 一旦你单纯的 只是专注在自己呼吸 你一定很多念头 会把你拉走 那很多人就问 那拉走怎么办 我是不是又分心了 没关系 再回来呼吸就好 那我又飘走怎么办 再回来呼吸就好 我论如何 就是再回来呼吸就好 大家可以试试看 当你只是专注在 自己呼吸的时候 你会开始慢慢的进入一种 你对于自己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会更清楚的一个入口 那这种部分就 我很难用理论或语言上的解释 跟你说它是什么 但你可以去练习看看 纯粹的专注在呼吸 你会对于自己的情绪 自己的状态 自己现在的反应 和你的习惯 到底是在帮助你 还是阻碍你 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这样子 好 这第一个叫正念 第二个呢 它叫做联系内心 联系内心 就打电话给他是不是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 我私人觉得这本书 在翻译上可能 有一些部分 我可能会比较用 自己的语言来诠释 比如说年轻人 这时候我自己 在读的时候 跟你的感觉一样 我觉得你皱眉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先问一下 他的line 是什么 打电话给他 我念一下他里面说 他说我们可以使用 例行时刻 来提醒自己 评估内在的状态 像是刷牙的时候 或者是电脑 开机的时候 联系内心的形式 可以是感受 我们当下的显著情绪 或者扫描 全身的感官 找出需要 多加注意的地方 也或许 可以放松这些地方 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 就是我会把重点 放在例行时刻 比如说 像有时候 我们起床就是起床 刷牙就是刷牙 但我们很少 带着一份觉知 在那个当下 他有一点就 自动导航过去了 所以他这边说 联系内心就 我能不能去设定 比如说 我每天刷牙的时候 好好的 专注在刷牙 去感受我的牙刷 碰触到 我每一颗牙齿的 那个过程 好 联系内心 然后这个部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就是我常常说 比如说我们洗脸好了 我们洗脸 前面都有一面镜子 但我们其实已经 已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自己 好 我们常常说自我觉察 它并不是 当你要去设定 它一定要达成什么目的 就像我一直强调 其实optimal 这个最佳状态 它不是你要去追求的一个目的 而是它让你知道 你是这样子 而你做到的是哪些前提 这样子 所以联系内心 也是一个小方法 再来呢 它告诉我们说 下一个小方法 叫做检查 你的自我对话 那这个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就是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 一些人在烦我们 心里的自我对话就是 他为什么一直来烦我 嗯 那这种自我对话 其实 它就没有办法 让我们更专注 我们的注意力 就会一直分散在 别人 别人为什么来烦我 但是如果 今天自我对话是 他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自我对话是 我可能身上 我可能身上 有他需要的部分 或者是 我可以决定 他在找我的时候 我可以有什么反应 嗯 有没有 他不管找我干嘛 我可以决定我的反应 就是把力量收回来 所以 我常常觉得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 去专心 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对话 一直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 比如说 你为什么来吵我 你为什么来烦我 你为什么不跟我想的一样 你为什么不跟我想的一样 你为什么不这样 你为什么不那样 就充满着控制跟比较 但如果我们的自我对话 能够把它转向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就不管这个世界 怎么对待我 我可以决定我怎么想 我可以决定我怎么看待 我可以决定我怎么诠释 对 你也可以觉得是别人来烦你 但你也可以觉得 我蛮重要的 我有被需要哦 嗯 好 这是不同的自我对话 其实它能够导向 我们是专注还是不专注 里面就有说 最强烈的分心源头 来自于我们的负面情绪 重新审视那些 我们的感受跟想法 可以帮助我们抛开 坏心情保持专注 嗯 所以其实有时候很重要 就是说 那个专注并不是你用意志力 用力而得来的 你要先调整自己的心情 你不用先让自己 有所谓的好心情 你起码能够先平静 嗯 平静 这是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自我觉察小帮手 再有一个他的原话 翻译的原话是叫保持专注 保持专注 好 我那时候读到这里 看到这四个字 我心里有个感觉是 嗯 这不就 是你的前提吗 对 对 可是我后来读里面的内容 我自己的语言 我会说 安排好那些 可能分心的时刻 OK 好 比如说 像他里面就有 就有写到 我们在生活当中 那种 漫不经心的时刻 最容易发生在 下面三种情境 一个是通勤的时候 一个是我们观看 荧幕的时候 是 一个是工作的时候 是 漫不经心 工作的时候 漫不经心 好吧 每个老板都在想说 对 现在怎样 对 那他这里讲的保持专注 就是我说的 你要先安排好分心的时刻 是 比如说你知道 这些时刻都容易分心 比如说像我 我通勤的时刻 我这时候我就会 因为我喜欢听Podcast 我喜欢听线上课程 在那种时刻 我就会安排自己 我听线上课程 嗯 有没有 或者是比如说 我在电脑荧幕 开机的画面 我就会提醒自己 好 看多久就好 是 这种你先预先知道 有哪些分心的时刻 让你失去自我觉察的时刻 是 你先帮自己做一个内在设定 我做多久就好 或者是我可以 同时取代做什么事情 嗯 就像 在 在工作的时候 像有些 不管是阅读 学习工作 有那个什么 番茄钟 25分钟 就25分钟 这话会量一下 对 因为我们其实 我必须说 自我觉察有时候 最大的障碍 并不是在于 并不是在于 我们真的有什么 能力上的缺失 而是人是习惯的动物 是 就算你很专心 在一件事 你也会对那个 专心习惯 是 是 那你知道很多 修行人 他们其实都在修行的 就叫做觉察能力 是 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生活 还有很多 例行的事情里面 刻意创造不方便 嗯 因为 他假如不方便 你才会 觉知到他的存在 是 就像 太顺畅的时候 就会习惯了 就像我 我前一阵子 这个有一点 有一点这个 皮肤感染 然后呢 我就打抗生素 就打针 没有打针 我还真不知道 我的手背这里 会酸 对 对 就是有时候 你就那里痛 你才有感觉 是 就像 就像我感染的部位 就是 我是感染手指头 对 而且是中指 对 然后可以很大方的 跟对方比中指 当他没有痛的时候 其实 说实来我们全身上下 这么多细胞 这么多器官 是 当他没怎样的时候 你还真是忽略他了 是 所以 我觉得 这个部分 呃 这些小技巧 是我平常自己生活 都常常在用 欸 你会发现 反过来想 有时候你觉得 你那一阵子 生活过得很没有滋味 很行尸走肉 行尸走肉 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 你也 在生活当时很少 你等于说 全部都自动导航 是 那这些小技巧 就是帮助你拉 把你从 自动导航 你拉出来 ok 这样子 你就会对自己 更有觉察 好 那当然除了 这些小技巧之外 他也有讲一些 相对比较 更宽幻的原则跟方向 比如说 他在小技巧 讲完之后 他说 我们内心的方向度 也是一个帮助我们 自我觉察 的一个途径 这什么意思呢 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说 就是你要确定 自己生命的北极星 就有时候 我们常常是 有一句话 好像这么说的 就是 我们已经出发太久 也走得太远 忘记当初 为什么要出发 所以同样的 就是 我们不管做任何事 不管你在面对 你的工作 你的生活 你的家务 各方面 其实你背后 是有一个意义感的 比如说 你是为了 你的家人 比如说 你是为了 某个理想 这时候 你要常常提醒自己 那个理想在哪里 所以 其实有时候 自我觉察 他并不是 他考验的 并不是能力上的问题 而是 你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设计一些 提醒机制 去提醒你 你的目标 你的目标就在哪里 你的北极星就在哪里 就是从外面的世界 回头回来想自己 对不对 然后想自己要去哪里 然后为什么 我现在在这里 没错 没错 他更多的时候 其实 外面的世界提醒自己 也是一个 比如说 我去设计一些提醒 就是外面的世界 但 但是他的更源头 他的更源头 也就是说 其实 人是需要 自我提醒的 你可以有小团体提醒你 就像 他后面谈到的 这个 进入最佳状态的组织 也有提到这个部分 我们怎么创造一个 更好的氛围 让彼此 能够成为彼此的提醒者 陪伴者 这样子 好 那当然 他还有另外提到就是 自我觉察 一个叫做 请听我们内心的声音 这我真心觉得 这个翻译会让我有点混淆 因为 比如说他这整篇章 讲到专注 然后有一个标题 就叫做专注 专注 所以用专注解释专注 好 没关系 他这里讲的 请听我们内心的声音 我后来读进去之后 我感觉他是叫 要我们去请听身体的直觉 身体的直觉 比如说 他里面就讲到 欧普拉 欧普拉是一个很有名的主持人 他说他在他的职业生涯初期 他在巴尔迪摩的一个电视台里面当主播 可是呢 他其实并不喜欢主播这份工作 他觉得自己跟主播格格不入 但后来他被调职 事实上在他们的那时候的体系里面 他那个调职叫做降职 因为主播是很多人想要去的 他被降职到 他去主持一个那个电视台的 这个脱口秀节目 白天的脱口秀节目 叫做翻译过来 叫做人们在说 英文叫做people are talking 这个的主持人 结果他就自己回忆 事实上客观来看他是降职 但是他说 打从初次单纲主持那个节目的时候 他就打自内心感觉到开心 像是回到自己的家 那一整个小时结束之后 我的心里油然生出一股顿悟 直达后颈寒吗 我觉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对了 这就是我要的 你有一种身体的touch 台语叫做肌毛皮都站起来 对对对 整身股肌毛皮都站起来 就是鸡 台语怎么讲 鸡皮疙瘩站起来 对 然后他说 我的整个身体都在告诉我 这就是我该做的事 那这样的一个身体反应 也有神经科学家 叫做安东尼奥迪玛吉欧 他就说 他说这个就叫做身体 叫做躯体标记 就是说有时候 那件就是你要做的事 或者那件是对的 你会有种身体的感觉 就是你知道 那个英文的指语 好像叫做 叫做你的那个肠胃 Gas 这个会有感觉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 我们要能够去觉察 照自己心情 不管是我们用一些小技巧 帮我们拉回当下 还是呢 我们用目标感 意义感 来提醒我们 现在在做什么 甚至于 你打开你身体的感知 有些东西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人在 成年之后 会有那样的状态 就是 大家都说好的事 但是你每次去做 大家都觉得 你应该去做什么 但你每次去做 心里就有一种 身体就有一种排斥感 但有一些事就是 你每次做每次开心 那个开心是很深的 不只是感官的 是一种 发自你肠胃 生肠胃 真的啊 肠胃是第二个大脑 对 对 的那种触动 那其实才是开启你直觉 让你进入最佳状态 甚至于进入心流的一个入口 其实是要我们 不只是活在脑袋里 也要活在身体里 对不对 对于你的身体的敏感度 因为 我觉得我自己的相信 就是情绪 它不是只是心的感觉 它其实更多说是身体有感觉 你身体其实会在你有情绪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变化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像最后的部分就是 我们这本书最佳状态 我想这是一般人 他在面对我们的工作跟生活 尤其譬如说 你一定也想要在你的生命里 常常能够进入最佳状态 或者是常常能够享受最佳状态 为你带来的好处 那今天我为大家爬了一下 就是你要先有专注 而专注你要先有好心情 但好心情你要先能觉察到自己怎么了 是 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逻辑的爬梳 只有知道自己怎么了 透过自我觉察 才能够帮助自己进入最佳状态 但在这里呢 我就想到 嘉玲你最近的线上课程 是 叫做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对 这门课程里面 他就有一个很完整的脉络跟爬梳 是 我们首先要知道 发生什么事 嗯 接下来透过这些事 问我怎么了 然后最后 才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 我如何得到 我想要的 得到更大的内心的安定感 是 好 那其实前面两个部分 发生什么事 跟我怎么了 是不是就自我觉察 嗯 我这边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做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的时候 也会大量要看很多情绪的书 嗯 那一定都会谈到 Daniel Goldman 嗯 然后 呃 其实 Daniel Goldman提出 情绪上述这件事情之后 大家就开始意识到 情绪很重要 嗯 情绪很重要 可是后来就会 渐渐演变成一种状态 叫做 好像只有好的情绪才很重要 没错 负面的情绪 就是一种打扰 它就不在一种最佳状态 可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 你如果想要回到一个 你 你比较满意的状态的话 当负面情绪来的时候 你就只是关掉它 或是希望自己赶快过去 其实这都没有办法让你达 回到你本来的状态 这个时候 你就是真的是需要非常 专心的跟自己在一起 明白 那这个负面情绪 它是哪一种 因为负面情绪 其实还可以再分类 对 你必须先知道 它是谁 嗯 然后你才会知道 接下来你要怎么 面对它 然后当你能够 好好的面对你的负面情绪 它 你不一定要去马上做什么 嗯 把它拿掉 可是当你有能力认出来 然后确认你自己怎么了 你的那个情绪 就会慢慢的回稳 嗯 是这个逻辑 对 我们要能够先标记出来啦 我觉得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 嗯 是因为我们缺乏 知道它的 可能必要工具 是 比如说今天假设 呃 我的车子坏了 我要把轮胎卸下来 我要有必要的工具 是 才能够卸下来 你在笑什么 因为刚刚我们在录这一段 书评之前的半个小时 我的轮胎去堵住 堵住 对对对 然后我刚好开去轮胎行 它就真的这样 嘖嘖嘖嘖 就把轮子给弄下来 所以我想 我们每个人都在 自我发展的过程 都在认识自我的过程 而且都想要让自己生命 过得更好 有时候有一些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必要的工具 就像是我如何去认识 我的情绪 是 但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 相伴你一生的最好的支持 是 叫做 有一门课 或者有一个人 或者有一个存在 可以陪你在任何 你还不太知道自己怎么了 但你隐隐约约知道 对或不对的时候 有一个声音 能够让你对焦 让你知道 哦 原来它是什么 而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怎么想 对 然后像那个 我在听家琳的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这一点感受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深 就是 家琳的课程 幸福人生的情绪 可以帮助我们标定出来 并且怎么去有效的调节它们 而我们都不是活在真空嘛 我们都要跟别人做表达 是 有时候情绪的表达 是很难的 对不对 因为就变成情绪化的表达 对对 而不是表达情绪 对 表达情绪跟情绪化的表达 是不一样的 所以 还是要拿回这个书啦 虽然最后工商交给你 对 拿回这个书 其实我觉得 这整本书 所谓的最佳状态 它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核心 我想提炼出来 就是无论我们觉察到什么 我们虽然说 好心情是 这个专注的前提 但是好心情 它并不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 并不是说 好像只有 好的心情 叫做好的 对 其实我觉得 它更精准的要说 叫做 你要觉察到自己的心情 是 而我们觉察 就像 当你觉察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 坏心情啊 一定会有不顺啊 悲伤啊 难过啊 对 如果用比较精准的词汇说 叫做 不是那么正面的心情 是 这个就让我想到 其实有时候真的 生命的品质 不在于你遇到什么事 而是你对于 那件事情的理解 是 所以其实 让我们能够 进入最佳状态 或者是甚至 一步一步的靠近 心流的可能 这里面有提到 叫做成长心态 嗯 它是一位学者 就是史丹佛大学的 卡罗杜维克 他提出了成长心态 其实 当你对于任何事情 你不是用一种僵化的 你能够看到它可能性的 就是再悲惨的状况 我都能够看到 它的可能性 对我的价值 这就是一种成长心态 这种成长心态 它会形成一种自焉欲言 嗯 你的生命就会自然而然 进入一种良性循环 嗯 我猜啦 这是我们 的听众 好 长期会 喜欢我们的东西 的人的一个 共同的 共同的 共同的趋向吧 好 因为 就像我们 不管在课程的分享 还是在我们的 书评的分享 我们从来就不会觉得 就是就像我常说的 其实正向思考跟 负向思考都是病 嗯 对 我们要回到真实 而这份真实 我们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理解 其实我觉得 无论是这本书 还是 嘉玲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我觉得都是一个 好重要的起点 是的 起点很重要 起点很重要 所以书介绍完了是吧 对对对 书介绍完了 我的 我可以下班了 其实Daniel Goldman 我们前一阵子也有 大概几年前嘛 又就是推荐过 他的专注的力量 嗯 那也是 也是Daniel Goldman 我忘记了 我主讲了 所以他一路以来 Daniel Goldman 他的哲学观 或中心思维 都是围绕在情绪里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 我推那门课的原因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因为我其实发现 现代的人都知道 情绪很重要 都开始知道说 哎 我就是不爽啊 或者是我 我就是有什么感觉啊 我要我要去重视他 我觉得这是 蛮好这是一个前景 因为从Daniel Goldman 谈情绪伤述之前 更早之前 所有的情绪是被关掉的 是 我们是一个 太强调理智 理性的状态 嗯 因为那时候是工业的时代 或者是制造业 但后来慢慢进入到 商业时代 甚至是资讯时代 所以那样的情绪 人们的情绪波动 越来越多了 我觉得是个体化崛起之后 在情绪的感知上 才被启蒙啦 是 应该说才有被启蒙的土壤啦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是说很重要 我们现在是更往前了 更往前 我们都知道情绪很重要 但下一步就是 然后呢 很重要 然后呢 对 那到底然后之后 每个人当然都会有自己 面对情绪的方法 但我这门课就是 更核心的告诉大家 无论你是用 什么样的方法 有些人是喜欢去打坐 有些人喜欢去运动 都OK 但它里面都还是有一些 必要的元素是存在的 当这些元素 如果你能够 有把它执行到 或是理解它的那个过程 你就不是只是关掉它 对 或是你以为你有处理它 可是其实你只是隔着它 没错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在课程里会去 对 更完整的介绍 找回你生命当中的安定感 重点不在于 不要有情绪 也不是 你也无法杜绝这个世界 对你敲门 或者是来摇晃云 你无法杜绝 但是你可以透过 幸福人生的情绪课 找到自己心中的安定 让你可以更好的 对待自己 对待别人 是是 而且有些时候 生命里很重要的成长 来自于那些 不这么正面的情绪 没错 那你如果听我的课的话 我在每一种情绪 我都会说它的价值 你就会懂 老天爷这时候 让你体验这个情绪 它真正要让你学会的是 因为一直都只有快乐 跟正向的幸福 其实会越来越平 对 认识情绪 永远是圆满人生的 一个必要前提 是是是 所以呢 现在早鸟 现在 还是我来讲 我觉得你一直当老王 有点 咬舌头 这一段是我主持 我讲回讲 这一段你就要当老王 我的幸福人生的情绪课呢 最早鸟的2099 直到5月20号晚上9点 晚上9点 那现在呢 现在呢 这一档书评上的时候 你们都已经可以参加了 正在热脉中 正在热脉中 我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听这门课 然后如果可以 你可以在我们的讨论区 或是写信回来告诉我 你在自己更懂自己的情绪之后 你发现了什么 我其实蛮期待听到大家的回馈 好 所以务必首刀加入 2099这个超超早鸟的优惠 就只有到5月20号晚上9点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期待未来继续推出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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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